3月12日,林小璐结束日本执行回国,有网友和他们是同一航班,并拍下他们在飞机上的照片。 照片中林小璐戴着帽子扎着一头黄发,身上的红色外套格外抢劲。 而小甜心只顾着玩手机,目测个头又长高了。 下飞机后大厅里放着一大堆两人的行李,林小璐没有笑脸又戴上了口罩,不知她的状态到底怎么样。 小甜心火蹦乱跳的,长长的披肩发配上圆圆的脸蛋,一看就是加南亮和林小璐的结合体。 找到了越来越好看了,自林小璐去年底爆出夜宿嘻哈歌手PG万家中,引发疑似出轨传闻后,她与丈夫加南亮,女儿甜心一家几乎成为媒体追逐焦点,两人五年的婚姻也一度受到极大冲击。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爆料称,在日本新宿遇到林小璐带着女儿甜心拍照,心情看起来很不错,只见林小璐与甜心在樱花的衬托下紧靠相依,并麻烦路人用相机记录下这唯美的画面。 女儿甜心还时不时吐薯透撒娇,可爱迷人,母女俩其乐融融的画面很是温馨,不过遗憾的是少了老公加南亮的身影。